来 段公子 这位老妇人 不相信你会六脉神剑 不如你也试试伸手 像本座这样 打掉另外一个灯笼吧 我本来就什么武功都不会 那好生生的一个灯笼 你毁了它干什么 段公子过谦了 大理断食 就数你武功数一数二 当今武林 除了 除了慕容公子和本座以外 能够胜过你的 恐怕是寥寥无几吧 大和尚 这一路过来 你对我好生无礼 声拉硬拽地把我带到这江南来 我本来想的是 一句话也不再和你说了 但是到了这江南 见到这般疑人的景色 还有几位神仙一般的姑娘 我心中这怨气啊 自是消了不少 不如我看这样吧 我们俩从此以后啊 一刀两断 咱谁也不理谁了 好吧 段公子 你若是不出手 岂不显得本座是在撒谎 你本来就是在撒谎啊 又何去演示呢 老大大 他就是羡慕你们 辜诉慕容家武艺高强 要过来偷选你们家一臂 直到环氏彼身的法门的 你 这位公子说得有理呀 大和尚你究竟异于何为呀 老夫人 段公子胡言乱语 况您相信哪 是 本座与慕容施主定约已久 只是因为本座一直在闭关修炼 火焰刀法 九年足不出户 我若不练成火焰刀法 别说什么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了 我就是想从大理天龙寺全身而退 也是不可能的呀 大和尚呀大和尚 你说你武艺高强权威又重 为什么非得到这江南来当骗子呢 段公子 你若是再不出手 本座可就无礼了 你已经对我无礼至极了 还有什么能更无礼的 无非是一刀将我杀了 我又怕你不成 好 那就看刀 段宇 你就是宁愿死 也不愿意出手吗 贪嗔哀愚痴 大和尚你一应俱全 居然还敢枉称国师 简直是徒有居名 那好 我就欣赏了慕容府上这个小丫头 看你如何应付 我 我 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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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姐姐 这大河上自是武功高强 横行霸道的 你们快走 我 我不会武功 我 我来掩会你们 段公子 死到临头自身难保 居然还有怜香惜玉之心 老夫人 你们两位丫头 也不用再哑了 你们府上的事 究竟是谁说了算 明日我就带着段公子 到慕容施主的坟前 将他坟了 慕容施主群下有知有会知道 故人已经赴约了 好吧 大和尚的话我们就信了 不过呢 慕容老爷的坟墓 离这里还有一日的水城 今日天色已晚 明天一早 好 我们姐妹两个 陪大和尚和段公子 一起扫墓 走 屋内可有人在 烦请通报一声 在下丐帮乔峰 求见慕容公子 有要事相伤 跟他废什么话 直接抓人便是了 哦 就不来 人吗 人吗 你 我 那不是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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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